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有时候都会跟他讲一些看法 或者见到一些新闻 跟他闲聊聊聊天 在那段期间我的普通话好了很多 有另外一个好兄弟 陈国坤 因为他的声线很低沉 声音就 因为小龙的声音很低音 他好像一路跟你在旁边聊聊聊聊 不过他现在自己做 那自己做当然有一点监守自导 一个嫌疑在那里 那你是不是自肥 那你答人呢 也有很多人说 Will One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抖音马若鵝 也是领含主演 我也是领含主演的张家暉 影帝张家暉 马若鵝 继上年老潮后再合作藏身 连续两年都有新气推出 真是超勤力 但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组合第一次合作 其实是哪出气呢 那句金句简直深入闻心 段坤我拿着 耶稣都留不住 这是我说的 想不到 原来段坤我真的 在我身上走不掉 段坤在十年后 耶稣都留不住 例如我真的 我真的拿了段坤回来 那他就是十年前 素毒里面的白猫段坤 我们那次是第一次合作的 我跟家暉哥十几年前 扫毒结缘 然后我就一直 那个时候就有 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如果我请家暉哥 在一起好好演一次戏 就好了 那时候还没想过要做导演 直到怒吵 我也没想到家暉哥帮新人 我第一次把剧本给了家暉哥 两天之后 家暉哥跟我视讯 就说OK 挺好的 那我们就试一试 所以经过怒吵 我觉得彼此的情感和工作 方方面面都又加深了很多 所以其实这次重生拍个怒吵 我就在想 我还想和家暉哥拍 怎么办 没故事 但想拍 然后呢也是在家暉哥 有一次看了一个新闻 如果有一次是一个状态 好人 和合适为一切的状态 一切举行 会有什么发生呢 家暉哥给了我一个灵感 他说可能是opening 也可能是ending的一场戏 他说你喜欢吗 我说我喜欢 他就怕我照顾他情绪 他说你真的喜欢吗 我真的喜欢 所以重生是 因为家暉哥的这一个点 然后一场一场一场慢慢 他就会伸展出了现在这个电影 对 但是其实呢 刚开始的时候 就不是因为我提过点子给他 是因为 他的《路潮》 拍完了 都刚刚做 叫做 后期都还没做好 即是 rough cut 那些毛片 那些 投资方看了 说不行 你们原本人马 可不可以立刻再开一步 我说 你不好意思 我看到什么 我就说什么 新闻来的 就不是我想的 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 一个作者 那我都不知道他会想拿捏些什么 但是我有时候 都会跟他讲一下一些 看法 或者见到一些新闻 跟他闲聊聊聊天 在那段期间 我的普通话好了很多 真的 我慢慢跟他讲普通话 他如果有一个点子 他觉得用得着 那我也觉得挺好 其实除了点子之外 发生的里面那么多的人物 剧情都是他自己搞的 他创作了 重生出来 架费过气中 为了帮妻女报仇 不惜混入犯罪集团 爭做主佬 马若柯就饰演毒贩 还找你台湾女星 张荣荣做女朋友 哇 这件事 是不是自肥的 这个一定有点的 我觉得 没女朋友 就是因为合适 对于刚好那个角色的年龄感 包括他的形象 他的表演很棒 所以就找了张荣荣 这样讲吧 不如说 如果今天 他有没有自肥呢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他 不是他自己做的 譬如他找 王大陆做回来 那如果王大陆做呢 他都一样会是这样的 是吧 是吧 不过他现在 自己做 那自己做 就肯定是有一点 监守自导的 一个 一个嫌疑在那里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自肥 那你答人 也有很多人说 是 就是佳慧哥说的 哪怕不是我演别人演 也是那么拍 剧本也是那么写 那我唯一说自肥的一点就是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 没人信我能演好人 更没人信我能有感情戏 我的确这些年 这几十年 没演过感情戏 我唯独两次 和女性角色 有情感交流的戏 那两种戏 都叫强奸未遂 我就很不服气 所以我想那就自己做一次 演一次好人 有一次感情 此生也就OK了 无限 对啊 自肥可耻 但很有用 马刀除了承认自肥加料 感情戏之外 更坦白说 另外有一件事 都是自肥的 因为我 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犯罪 动作类型片 所以我觉得 人无完人 不是每个人做什么都能做得好 那刚好我喜欢这一类 然后我又和佳慧哥没有演过演 所以我就 就这两部都做了这个类型题材 的东西 对 老悲壮的剧情戒为 因为我试图在做微创心 就是怎么样在这种犯罪题材类型里 多一些情感在里面 多一些反抗在里面 对 因为我 他们好多人说我很中二 因为我真的在召唤真善美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有光 对 要做好事 会不会下一部 如果是加辉哥执道的话 就叫导演去演 我觉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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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必须会这样做 我想如果我再有机会去 自己做导演 选题材 呢 喜剧都 可能都暂时未入三甲 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上市 那导演呢 是 他很喜欢江湖片的 犯罪片的 他不 他 钟情于犯罪动作 剧情片 是吧 因为很小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很大的梦想 哈哈哈哈 这个不可以说 哈哈 可以说 他跟我 即是他的人呢 很坦白的 我和他聊天也很坦白 那他说 喂 江湖哥 其实你自己 有没有入过黑社会 我一哥 哈哈哈哈 因为他说 他从小有几个志愿 第一个志愿 就是做黑帮大哥 哈哈哈哈 接着发觉好像都挺危险 那样 想做摇滚乐巨星 是的 是的 接着就开始摇滚乐巨星 玩过一排 就开始当演员了 那样 他都曾经有很多 不同的梦想 所以他自己 可能因为他自己对 帮派 一些动作片 特别喜好 所以他到现在 他暂时没有意思 改气路 想不到马渡的 《我的志愿》 反差这么大 既然嘉辉哥 爆了他一个秘密 马渡说要离上往来 反爆一单片场笑料 嘉辉哥最有意思的 嘉辉哥的专业不用讲了 太专业 最有意思的意思是 和另外一个好兄弟 陈国坤 因为他的声线很低沉 声音就 呃 然后嘉辉哥就 当然拍的也很辛苦 那天很累 好几个大夜 嘉辉哥就跟他聊天 就做什么事 小龙就 嘉辉哥 你给我讲一点 嘉辉哥睡着了 然后 后来醒了嘉辉哥说 喂小龙你的声音太催眠了 你就多说一点话 太累了听你说话就 嗯 睡着了 因为因为 因为小龙的声音呢 很低音的 好像 他一路跟你在旁边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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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多阿吸 阿多阿阿摩阿阿里托阿 阿阿阿里托阿阿阿阿 那你又听 本来你都听到头那几个字 听一听 哎呀我去了 我走了 哈哈哈 电影中有年长打斗唱战器 影迷想睡也困难 请大家多多支持重申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 view1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